这才是真正的魔鬼主场 日本足协近期宣布 3月26日 日本队客场对阵朝鲜队的试预赛 将如期在朝鲜平壤举行 举办地为今日成体育场 考虑到众所周知的原因 此番在朝鲜举办的试预赛 可能真没有一位客队球迷 其实从去年开始 由于担心球员和工作人员 在朝鲜的人身安全 欧洲俱乐部就拒绝日本国家队 征召球员前往朝鲜参加试预赛 而亚足联也于3月2日派考察团 现场前往平壤考察场地 最终在考察后 比赛得以如期进行 这是日本队 自2011年11月15日的 巴西世界杯预选赛以来 时隔13年 再度前往平壤进行比赛 此前的亚运会男足1分4决赛 日本2比1战胜朝鲜 朝鲜球员的一系列粗鲁暴力行为 就引起了各国媒体 舆论的不满和批评 那场比赛 朝鲜球员动作粗鲁 围堵裁判 甚至诞生了令人不解的一幕 当时朝鲜队16号球员金有星 朝着日本队送水的一位工作人员跑去 伸手想要一瓶水 这位工作人员就顺手给了他一瓶 没想到这位朝鲜球员 在接到水的同时 做出了挥拳的动作 看上去要吓唬这位日本队工作人员 随后金有星也被裁判出示黄牌 这样的魔鬼主场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